30年的花店 用在地的花材 所做的首腕花 在地的花卉和农产品结合 成的首腕花增添婚纱的变化性 花博场馆布置 也可以让新人来拍婚纱 这将成为台中爱情产业链的首发地 漂亮的地方多的是美不生收 那么也因此呢 我们关旅局 现在要找出100个婚纱景点 那欢迎到台中来结婚 可以拍出最棒的结婚照 台中拍摄婚纱的景点多 而且气候宜人 气温光线 都适合拍照 台中市区有不少大型的公园地市平台 而且有各式各样的造景 可以让很多新人来这里拍摄婚纱照 在都市中又有很多的大型公园 所以有点闹钟取静的感觉 孔庙或者是新社那边 就是风景也都很美 不只西式婚纱 艺人明星带起的中式婚纱风潮 也让台中孔庙成了新热门婚纱拍摄地 孔庙珠红色的大门还有牌坊 新人换上大红礼服 拍起来气势十足 古老的建筑也能拍出时尚感 十队里面应该差不多有 将近差不多四到五队 对 那以前有可能是没有 或者一队选中式而已 推动票选百大婚纱拍摄地 台中也要跟进寒流建立爱情产业链 吸引人潮拼经济大赚爱情财 记得韩真心李慧珍 SNG小组台中采访光导